大家好 我是小屁 天堂W3月10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這一次有新增了兩個小時的活動副本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第一個活動是神聖之光的加護 這個是依照玩家戰鬥頻率 來獲得神聖之光的加護爭議 但是他沒有講到說這個爭議是加什麼 也就是說你PK的次數比較多 你就可以獲得這一個BUFF 然後這個BUFF是你一個角色拿到之後 你帳號的所有 你帳號的伺服器內的所有角色就可以都拿到 OK 那看起來的話我覺得要嘛就是你的 贖回贖趴增加又或者是你的血量魔力增加 這個是要等明天開放的時候才知道到底這個 神聖之光的加護BUFF是什麼 好 接下來是新增了血盟團戰殺蟲 然後這個是你要開血盟團戰二階段才能夠開殺蟲 第三個就是改善空虛的裂痕的耳環掉落率 然後 四區全部統整為一區 第一樓的話變成統整為一區 然後怪物 首領怪物BOSS艾奧特的出場時間也更改了 什麼是更改到什麼時候也是要等 之後公告 接下來就是每日新的簽到這一次是裝備復原啦 這個上一次是變身娃娃合成贖回嘛 這一次是裝備復原 但他還沒有講到說 你什麼時候點爆的裝備可以贖回 目前還不知道 OK 那這個簽到是從3月11號到3月30號 那最後一天的話應該就是給這個TJ 所以說以 3月10號算起來的14天 應該就是24號的時候可以拿到 好 那 這一次的簽到沒有給住五住房 就只有夢倒補充時跟20%的經驗加成水這樣子 接下來追加討伐商店 這個是你可以打 世界首領組隊地間的BOSS 或者是血蒙突襲BOSS 松木魔杖召喚的BOSS 打死之後會獲得 討伐評證 討伐評證 可以購買這個 扭曲的地下監獄錄場券 這個是活動副本 等一下我們會講 然後勇士的家戶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講 以及金碧箱 成材藥水10個跟料理箱 這個活動的部分 他目前是沒有寫說是 活動就是有現實的沒有 所以這個討伐商店應該 可能就是永久的 只不過他的討伐商店可以販售的 可以購買的東西 他是會一直變 那 可以換這個上級傭兵魔法師 獵人 騎士跟奧度亞 就是藍變狼蛙 然後紅變可以換天壤騎士跟卡士博 也就是說 天壤W你現在可以農紅變紅蛙 但天上騎士跟卡士博 需要多少的討伐憑證就還不知道了 OK 剛剛講到的這個 扭曲的地下監獄錄場券 你打開之後 有機會可以獲得 123層樓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你是 可以 打5分鐘 然後每一層樓的怪物 都很多 然後也有BOSS 你可以用流行語就是 副本的技能流行語去打 打這些怪物 對 有點類似像天壤M的試驗副本 OK 那BOSS會掉 有機會會掉藍布刻印的 然後住五住房刻印的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這邊應該是 讓你快速的 進來五分鐘 刷天壁跟那個經驗值 然後拼拼看BOSS有沒有機會掉藍色的這樣 那這個 扭曲的地下監獄到3月24號 兩個禮拜 那這個勇士的加護的部分 你今天如果放在背包的話 你可以獲得 HP MP加50 使用的時候你可以獲得經驗值加10% 魔防物防加3 持續一個小時的 BUFF 然後CD時間是6個小時 那他到3月30號會刪除 OK 然後剛剛講的這個活動地間他也有印章任務 所以說進入活動地間的時候你還記得要接印章任務 因為他只有5分鐘而已 不然的話 沒解到可能要等明天了 接下來是這個掠奪者的隱申處持續 到24號兩個禮拜 每天兩個小時 然後有分30 40 50 每週三 的 那個5點初始化 他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每天的5點初始化 而不是每週三 因為他一天兩個小時 OK 那裡面的怪物會獲得 忘憂果結晶這個就是活動道具可以換東西 以及 藍布碎片 然後還有掠奪者材料箱 這個材料箱官方是沒有講說是什麼啦 但 我預估應該是跟風屬性的夢倒一樣的材料箱 好還有科硬的白武房 那 那 忘憂果結晶可以跟NPC換 武器製作秘籍 助武 還有名譽幣 那以活動來講的話 通常要嘛就是兩個都可以換到要嘛就是兩個二選一換 這個就要看之後 反正這個就是給大家進去 躲的躲兩個小時然後練功兩個小時的 但是他是沒有補充寶石喔 OK 接下來就是商城的部分 這一次有新增凱恩戰鬥補給包組合包 持續一個禮拜 各個伺服器可以買8次 那新世界是不能買的喔 內容物有22罐恢復勝水 然後22抽 10箱名譽幣跟兩顆調和屬性石 這個是可以拿來洗這個血蒙徽章的屬性 25顆龍珠跟30個戰鬥產業卷軸 這個應該2000難賺啦 所以現在你如果有缺調和屬性石的 先不要買 因為應該會降價 你這樣子直接給你兩顆 比較好一點點 OK 然後 還有新增了這個階段的禮包 持續一個禮拜 第一階段可以買兩包 內容物有11抽 娃娃抽卡跟一個魔法娃娃核心 但是這個魔法娃娃核心就只能做 魔法娃娃核心傳送書這個有點爛啦 所以說這個可以無視 那五箱名譽金幣箱跟一個 血蒙 徽章強化卷軸 30個戰鬥強化卷軸 這個我覺得應該要賣800鑽 然後這個 第二箱的部分一樣是 每個伺服器可以買兩次 然後 魔法娃娃抽卡 22抽 跟停止的魔法娃娃核心一個 10箱 金幣箱跟一張 血蒙徽章強化卷軸 還有60個戰鬥強化卷 這個應該是1200鑽或是1500 OK 主要是這個停止的魔法娃娃核心不能夠換 自動喝成水 我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第三周的製作是製作 那個 頭盔跟長靴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都不多說了 好啦 以上就是 這一次 3月10號 天堂W的更新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W的朋友們 我是小P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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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